停止这种行为 否则不幸的消息 真的会越来越多 一周一范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伴侣 横念物力维艰 当今社会 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但总会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 而有的认为 疾病缠身的原因是不具因果 享福过度 贫躁恶业 归根结底 人们之所以多病 都是因为挥霍无度 若不懂珍惜现有的福报 珍惜当下的一点一滴 灾祸随时都会降临 浪费的果报深重 千万要重视 古人云 人无受邀 路尽则亡 人生在世 每个人的福禄寿都有定数 若是肆意挥霍 要么晚年受苦受穷 要么寿命减少 总之 果报深重 从前 有为牢狱每日给富人家的厨房帮助 等主人吃过饭后 他就把没吃完的饭菜统统都倒掉 后来 老玉身患重病 奄奄一息 就在家人以为他死了的时候 老玉突然痛苦地对家人说 我梦中看到两条又脏又臭 在满剩菜剩饭的传汁 然后有个人不停地鞭打我 并逼我吃掉自己浪费的食物 我实在难以下咽 救救我 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啊 说完 老玉就咽气了 世人皆被贪欲蒙蔽了双眼 对金钱可外看重 即使威胁到生命也不愿舍弃 反而对那些容易得到的东西 从不珍惜 肆意挥霍浪费 要知道 人的福报 一是住行浪费的最为多 大多数人不懂 大多数人不懂得珍惜 觉得来得太容易 以为自己付了钱 就能肆意挥霍浪费资源 饭菜 吃不完 剩下倒掉 衣服 不喜欢 不穿扔掉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统计 全球每年约有13亿吨的粮食被浪费 与此同时 世界上每九个人中 就会有一人吃不到食物 我们每天浪费的衣食 在饥饿 贫苦的人眼中就如同黄金珍贵 你扔掉了别人手中无比珍贵的珠宝 必然不会得到好下场 有云 消费衣食者 则往生的贫困饥饿之苦 人这一生的福报 都是自己修来的 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挥霍浪费的行为 就是为自己种下恶因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迟早加倍偿还 浪费的背后 是一场因果灾难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有个富可敌国的财主 财主一家自认家里富有 日子过得十分奢侈浪费 每每都会剩下很多饭菜 而剩饭则让人全部倒掉 这家人的行为 被玉皇大帝知道了 立马命人在第二天下凡茶时 若却有此事 严惩不淡 有一善神听闻此事 想给这家人一次机会 便托梦给财主的媳妇 把倒进干水桶的剩饭菜吃干净 否则一家人将会有灭顶之灾 被梦吓醒的女主人 立马叫醒全家 说明此事 并用油将剩菜饭翻炒 让全家人吃掉 第二天 忽然狂风大作 天兵天将下凡到这家的厨房 在干水桶里捞了好几次 都未发现一粒米 便返回天庭覆灭 而经过这次 采着一家从此节约持家 不敢再浪费任何东西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万事万物都逃不过因果而自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 意识柱形通通来源于大自然 所以古人认为人类有粮食 是因为有五谷神的存在 因此十分敬畏 而如今 很多人都不清楚粮食是怎么来的 甚至从没见过稻谷 也从没体验过播种的辛苦 每天坐享其成 当然觉得这些都来得太简单 不懂得珍惜 更谈不上敬畏 为什么现在的人并多 因为太会享福 人类为了住得好 到处建立工厂 所有的污水都排到河流中 为了满足口腹之鱼 肆意杀害生灵 为了时尚保暖 活生生地屠杀包皮 大自然的空气 水污染了 人的皮肤自然会病了 植物被破坏了 动物被屠杀了 人的各个器官自然会病了 地球疲惫不堪了 人类自然会多病了 祸福无门 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众善因 自然结善果 众恶因 必定得恶果 人类自己造下的恶业 就要自己承受这个报应 因为欠下的债 总归是要还的 古语云 景和儿后之水之可贵 病儿后之健康之可贵 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限的 想要福报深厚 就要学会吸福和赔福 吸福 就是从节约一律米开始 不浪费 不挥霍 赔福 就是要多做善事 要知道 福报是靠自己修来的 千万不要等福报耗尽 灾难来临的时候 才后悔 感谢观看